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实现梦想 我必须学好汉语 此后上课认真听讲 下课向同学老师学习 慢慢的我的成绩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我的汉语水平还是有所不足 像是遇到瓶颈期 这时学校来了很多中国老师 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 我迎来了上课的第一天 我满怀激动和欣喜 但因为有点紧张 所以我一直表现得很安静 新来的中国老师细心的注意到了我 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说坏呀 我说 因为我的中文水平不好 怕说错话 让我意外的是 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中文水平放弃我 反而一直鼓励我 让我不要害怕 老师的温柔鼓励了我 后来我便尝试与老师多多交流 从刚开始的胆怯到现在的流畅之如 我便得越来越自信 是老师的鼓励和帮助持养了我的成长 在此 我想感谢我的老师 使他让我在学习中感受了汉语的魅力 他细腻优美 汉语丰富 他于五千年历史中屹立不倒 一万千文化中散发着独树自己的魅力 我被他折服 通过汉语的学习 我也会用 九亿诗情 谁一共 内容 残粉 花殿重 来表达自己的仇气 与离别之情 对未来 我想用一句话激励一下自己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过云访即沧海 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谢谢大家 拜拜